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聊聊聊 就好顺心啊 好顺眼啊 就可能就产生了爱情 包括我们上一期说的亲情 其实也是由爱情转化而成的 你们就先有了爱情 然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相处和磨合 最后成为了彼此的亲人 而产生了亲情 而我们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是 Everybody 来自Ingrid的歌手 唱的 这首歌大家肯定都听过 因为非常非常经常 非常非常频繁地出现在电视里面啊 就是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in love 为什么觉得它像 它是关于爱情呢 因为我觉得特别像我们在大学期间的感觉啊 就是一种对爱情的渴望 一种对爱情特别美好的盼望吧 所以我就觉得也就像在歌里面写的一样 大家都很开心 每个人都在等待它对的那一方 每个人都在等待它分享爱情的那种滋味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和它的曲风也很像 就是很轻松 很欢快 所以我觉得又特别像校园里面 特别单纯 又特别开心 毫无任何其他顾虑的爱情的模样吧 也许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会想到 当时大家在校园里面第一个喜欢的人 就会那种小鹿砰砰砰砰砰在心里乱撞的那种感觉 就会很活泼 很开心 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下这首非常非常活泼的Everybody吧 Everybody Everybod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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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完刚才非常开心的 Ingrid的Everybody之后呢 我们来推荐一首 我的好朋友XL组合演唱的 好歹 刚才那首我觉得是 大学里面对爱情的美好的向往嘛 那当然爱情也有不同表情一面啦 我们这首歌XL唱的呢 就是比较悲伤的一面 为什么这首歌好 它的名字叫好歹 里面有一句是主题就是 好歹也算一种爱 因为它说的故事应该就是说 可能是里面的主角 喜欢的朋友 喜欢的那个人是日常 一起经常一起生活 一起出去游玩 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熟悉的朋友 但是就因为这份太熟悉了 就更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他对对方的爱 我觉得这首歌就站在了 主角的那一方就说的是 无论对方你怎么理解 我对你的这份感情 但是对自己来说 这好歹也是我对你的一种爱吧 有的时候我觉得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为什么不去表达呢 如果你不表达 他永远都不知道 事情嘛 总要事实的 万一成功了呢 所以大家先听下这首歌 来了解一下 如果你不去表达 你将会有多么的矛盾 听完这首歌之后 我相信你就会知道 应该去表达 你就知道表达爱 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你说了点不了爱 但朋友也不爱 听起来多悲哀 陪在你的身边 恐怖能离开 也不能说爱 对我说吧 你的真实感受 坦白说吧 我不想做朋友 坦坦轻 说说爱 好歹给我自拥抱的意外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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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等待 坦坦轻 说说爱 我多想对你反白我的爱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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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sh you were mine 你说怕我受伤害 所以你不敢爱 多荒唐的推翻 可惜我翻不开 思念不分时间不分地点 触摸在我脑海 每个月后 baby 我多想给你爱 那就要不明白 I love you 怎么说出来 谈谈情 说说爱 好歹给我自拥抱的意外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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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等待 谈谈情 说说爱 我多想对你坦白 我的爱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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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sh you were mine 我想着我没勇气走开 结果再坏好歹也是爱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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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说爱 好歹给我自拥抱的意外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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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等待 谈谈谈情 说说爱 我多想对你坦白 我的爱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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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sh you were mine I wish you were mine 谈谈情 说说爱 好歹给我自拥抱的意外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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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等待 我一直在等待 谈谈情 说说爱 我多想对你坦白 我的爱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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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sh you were mine 我会在原地等待 好歹也是一种爱 好啦 听完我们的XL组合的好歹之后呢 又到了听我的歌的时候啦 现在我给大家推荐一首关于爱情的歌 是我演唱的玫瑰与小鹿 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 没有听过的话 我们现在赶紧听一下 这首歌呢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它是我人生当中第一首原唱作品 而且是高晓松老师作曲 隐约作词的一首非常 我觉得质量非常高的一首作品 而且更让我惊讶的是 因为我们当时想的版本是可能就一个钢琴 或者是一个大提琴 就安安静静地把这首歌演唱完 但当时没有想到最后的版本出来是一首 感觉让人沉浸在童话世界里面的一种感觉的歌曲 前奏一起来我就觉得 啊 就掉入了 掉入了童话的世界 就特别特别的美 但是 其实它是用童话世界包装的一个非常伤感的故事 当时我听这首歌的第一印象就觉得 特别的安静 特别的能让人沉浸下来 但是我看了歌词之后呢 我才知道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伤感的故事 而且它也是教我们怎么去面对爱情的一个故事吧 它会告诉你 有的时候你真的该放手了 但我不是说大家要放手啊 我是说当你了解了整个事情之后 到真的该遗忘的时候 你就去面对那份遗忘吧 因为这首歌它里面说的是 一只小鹿和一朵玫瑰的故事 而且为什么歌词这么写 是一件真实发生的故事 是说的是 瓷座他们家种的那些玫瑰 经常会被其他那些野鹿过来吃 然后吃完之后 玫瑰就会凋谢 在玫瑰下次再绽放的时候 那些小鹿又会来吃 然后瓷座就很巧妙地 把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 就描述到了人的上面 就感觉特别像一份爱情 有一方永远都在付出 另外一方永远都在索取 但有一天付出的这一方 可能已经寒心了 或者是失望了 它已经不再付出的时候 索取的那一方 可能甚至都没有觉得有任何变化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份爱情的话 我觉得是挺难过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后都要像 歌里面的那朵玫瑰一样 我们从此就再也不要为这个错的人 不要再为这个只会索取 而不知道怎么付出的人 不要为它再绽放我们的花瓣 不要再让它拿走我们的花瓣 去给自己取悦 所以我们来听下这首 用童话世界包装的 成人的一个故事吧 玫瑰与小鹿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哦 穿过遥远潇西水 收着一株小玫瑰 她总是绷进脚背 仰头看大眼南飞 她说 你可曾遇见那只小鹿 她幻想着远山迷雾 调望着爱与其处 心者在梦里挣扎 不觉黯淡了朝霞 忽然间岁月凛冽 掠过白茫茫的雪 小鹿 终于又想起这座山谷 车下她温暖花瓣 在冬天一去不花 许满泪水的云朵 化作美丽花古朵 每斗星每夜路过 闪烁她的萤火 夜安分明长满了 星星晚风 可是他们却给你 是名字叫做天空 小鹿雨季又回来 玫瑰已再次深海 她悄悄悄忍住眼泪 再不愿将花翻地垂 月光 以为她披上雪白太假 小鹿行行远去啊 她从此不做谁的花 她眺望着远山迷雾 满怀着爱与几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